大家好 我是华杰喵哥 今天呢是5月17号 我身处地方呢是全国对待的二十手机批发市场 为大家讲述呢 真实拿黄金 首先呢是14pro max128G的 这是一个欧版原生单卡卡做的机器 外贯城市都非常好 电池呢100充电只有10斤来次 像这个机器 我目前是我们市场上拿货了大概是一个 5450样子 对比每一版的机器呢 它是六位的贵一丢丢 但是贵的也不多 128G的机器的相对来说 卖的会比较少一点 这种就我们市场的128G内存的机器呢 也很多部分呢 也被东南亚的一些老外人拿走了 我们国内呢 更多的是选择256G内存开始 所以说128个256是有明显差价 这个呢是14pro max128G的有所的卡贴机 需要配合卡贴使用的 这个机器拿货了3785块钱 电池效率呢93 外贯城市呢 也还可以 改好双卡的 像这种卡贴机呢 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信号续航差一点 其他方面呢都是一样的啊 没有其他别的区别 然后有所机器 用双卡的稳定性呢 会大打折够 所以说建议大家呢 用用单卡其他方面都可以 然后 其他方面做什么呢 都是非常ok的 你要决定一下这个机器的 考虑它的一个什么 适用性 对吧 信号差 续航差 但是便宜 对吧 这个呢是13pro max256G的无所机器 无所机器对应的就是不学有卡贴的 直接插卡使用 跟国防的区别 就是单卡跟双卡的区别 像目前这种机器 橙色这么拿货了 大概是4250的样子 电池还是比较高的高的电池 对吧 如果说电池低点 确实能够便宜一点 但是大家就喜欢高电池 这个外观橙色只能达到一个95层七的标准 这个金色的橙色就好一点 但是它是金色 金色绿色 一般来说呢是比较难卖的颜色啊 可以说 因为这种两个颜色 大家会觉得比较什么 另类突出 这个呢是13mini 128G的 这个机器拿货的是2200块钱 橙色呢 可能说有点气贵的小可碰 但是电池它是100的 如果说你不在乎那么多的外观 觉得那个电池又需要高的 这种机器就比较是适合你的一个类型 这个毕竟它是原电100的 不是说修改了换过电芯的 其实换过电芯也还好 其实很多手机用起来也都差不多的 但是大家 选择的标准 可能说跟我们的眼里的看法它不一样 以大家为主啊 这个是s12128G的 这个是库存的13.4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准心机 充电了0次一次 电池100 外观产生的都是非常亮的 这个机器我们拿货1000 这种机器我们卖也赚了多少钱 但是这种机器一般还是说还是比较好卖 我们就出个1099 苏联配件赚个大概80来块钱的样子 这种s12代这种库存准心的 或是比较少的 你要想增长一个二手呢 大概是多少钱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机器我们觉得相对来说的性价比应该还是有的 主要是这个颜色红色 看起来比较喜庆 这个是平板的mini6 苹果的内存 差价实在太大了 一般来说我们64的市场拿货了2400 256的拿货了基本上都要312了 差点差距这么多 我们拿回来64的直接扩容到5142 扩容了一个所需要的费用也可300多块钱而已 对吧 大家如果说想 了解其他机器的真实的奥黄金 都会在评论下留言 你们的问题奥哥都会一一详细的回复 感谢大家的支持